关于台湾加强防御机制,会调起战争的迷思,如果台湾见识上的这些言论出现在韩国,比如如果韩国放弃国防,也许朝鲜会饶了我们,或者对我们仁慈一点。 这些论点,无论是在台湾、韩国或者以色列的背景下,都一样荒谬,站不住脚。 很难想象这些论点对台湾会有什么帮助,但很容易看出它们能帮助北京达到其目的。 一旦你对北京的认知战有所警觉,这些荒谬的气味,就会像台北夜市的臭豆腐羊臭。 我喜欢臭豆腐。 反而是我们意识地的这种越温散,你越觉得害怕,你反而在鼓励它,它会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自2016年以来,李上将和我一直保持联系,和他聊天,我每次都会学到很多。 所以非常感谢你今天来。 我想先向前来参与本次演讲的学生表示感谢。 在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你们本来应该温习功课,或回家过年,但还是播出时间前来参与演讲。 今天的话,也是我最想与你们分享的。 25年前,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我第一次到台湾学习中文。 现在我的中文点上书,但我对台湾的感情一直不变。 这次我把全家带到台湾度假,包括我的妻子杨小燕博士。 他是一位病毒学专家,他和两个儿子都是第一次来台湾。 虽然没能在美国过圣诞节,但后来我们全家发现台北竟然也有圣诞老人。 过了相当愉快的假期。 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是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之后的第二年。 正好是1997年。 过去台湾极代人为民主所做的努力, 及基层民众勇敢抗争, 所带来的自由及民主成果, 至今仍有在座各位承袭。 台湾民主成果不只包括和平、优秀的政权交接, 也包括共好的经济成长和自由的社会价值。 就我理解台湾人的民主精神是事实求是的。 在这里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 台湾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曾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世界上第八个最完善的民主国家, 不仅超过了其他所有亚洲国家, 而且排名在英国和美国之上。 台湾人均GDP预计会今年超越日本, 台湾不仅是世界上国民经济所得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之一, 而且中产阶级人口比例高, 贫富差距相对小。 此外,台湾社会公平度在其他面向来看也是相当均衡的。 根据联合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 台湾的性别平等排名世界第六。 来到台湾, 你就会发现女性在台湾的社会地位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 台湾的民意代表中高达40%以上是女性, 是亚洲第一名, 远远超过美国。 相较之下, 美国国会重女性仅占28%, 另外台湾民众已经两次投票选出女总统, 而且过去及现在很多主要城市都有女性担任县市长。 台湾也是民主国家中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尊严的国家。 2019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的国家。 台湾对不同语言和文化尊重和认可, 包括米兰化、客家化、原住民或新移民语言和文化都是世界的典范。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很完美, 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 台湾政治良机分化严重, 多年来工资的增长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步伐, 出发率的下降也将在未来几年带来重大的人口挑战。 过去几十年里,贫富差距也逐渐扩大, 但即使如此, 仍然远远好过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 这都是一些挑战, 但事实上, 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我认为台湾过去二十五年民主治理的优秀表现, 能够成为各国未来接近的对象。 在另一方面, 台湾也是民主的榜样, 目前一些民主国家沦陷于社会信任度低迷, 怀疑自治的能力, 而台湾的民主信心正在增长。 两周前, 台湾民主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民调, 四分之三的台湾受访者都相信, 虽然民主制度存在问题, 但仍然是最好的制度。 而台湾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 越是年轻人对民主的信念就越普遍。 接下来, 继续坚持对民主的信念很重要, 因为台湾民主已经受到了攻击, 目前这些攻击主要是心理方面的, 但仍然相当危险, 相当危险。 不用说, 威胁来自北京, 方式是所谓政治斗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George Cannon将这种政治斗争定义为 在战争以外运用一个国家所掌握的所有的手段 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也许你知道, George Cannon是使自由国家通过遏制苏联的扩张, 最后赢得冷战胜利的遏制挑战的原社记者。 中共是政治斗争的高手, 它所采用的技巧老辣而熟练, 比如中国工会耐心而系统的培养台湾和美国的商业领袖, 学者和媒体人士, 又是他们以符合北京的方式影响当地的民选代表和公民。 北京会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随时进行奖励或惩罚, 根据他们的表现, 提供货风段商业机会和官方通道。 中共还有利用新技术, 而我们也必须学会去应对。 美国人最近才明白, 原以为会帮助中国民主化的通信技术, 反而被北京利用, 用来监视和控制其民众, 并越来越多地开始针对世界其他地区, 特别是网络社交媒体平台, 为破坏民主的敌人, 提供了有利的空间。 中共三部假消息往往先把信息来源隐藏起来, 通过推特和短视频将其注入公共话语的空间。 中共还利用网络机器人, 网红和不透明的损算法扩大影响, 他们也会扩大歪曲一些准确信息, 故意淹没隐藏背景。 旨在削弱社会信任, 这些技巧使中国政府更能掌控叙事, 使某些人物甚至民主制度看起来低效无能, 反而将专制主义打扮得十分诱人。 以上, 北京的独裁者称之为话语权, 并且投入了数十万美元去发展这些能力。 中共对其宣传和影响活动有一整套词汇, 比如统战工作, 信息战, 也许最切切的是认知战。 北京的认知战是精心设计的, 有很深的伪装, 然而如果稍加注意也不能辨认。 我知道中共的技巧在台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 因为我在台湾电视、 新闻出版物和私人谈话中听到了一些言论, 从北京的宣传有点像, 有一点像。 比如美国把台湾当棋子, 准备把台湾乌克兰化。 还有一个, 普京入侵乌克兰是对北约长期存在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回应。 根据这种逻辑, 台湾加强其防御侵略的能力是憔悉性的。 当你面对这样的言论, 正当地去思考时, 宽堂的逻辑不攻自破。 对此, 我做一点解释。 美国与台湾和盟友密切合作。 目的是阻止两岸战争的发生。 因为战争无论对哪一方都有灾难性的, 美国的建国国父华盛顿曾教导我们, 为了确保和平, 必须让人知道我们已经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 无论是台北和华盛顿目前都应将此当成睿智的共识。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美国一直认为, 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是对世界和平、安全和民主重大的威胁。 同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有点相反, 美国总统已经四次表示, 如果北京发动攻击, 总统将将拍美国军队保卫台湾, 同时美国国会和五角楼正在加强美国和盟国落实这一表态的能力。 通过加强军备来支持这个承诺, 美国认为, 必须在和平时期与台湾站在一起并且必要时在战争中与台湾并肩作战, 以实际打印战争的努力来遏制战争。 如果你看过普京的演讲和文章, 就会发现他发动的战争从来不是针对北约的。 事实上, 北约的存在显然是阻止和延迟了普京发动扩大战争。 普京深知有几十历史的纯防御性联盟北约, 不会军事威胁俄罗斯。 中共也知道台湾不会军事威胁中国, 但北约确实遏制了普京建立欧洲帝国的梦想。 同样, 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也会遏制习近平建立印太帝国的中国梦。 仔细分析普京和习近平的谈话, 他们的意图非常清楚, 显而易见, 未能阻止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原因不是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而是几年来美国及欧洲盟友对普京一步一步颠覆乌克兰主权的反应犹豫不决。 那么, 关于台湾加强防御机制, 会瞧起战争的迷思又是怎么回事? 历史表明侵略者有时确实会因恐惧而先发制人发动战争, 但中共绝不会相信台湾会有反攻大陆的军事威胁。 北京希望吞并台湾, 是因为民主的台湾对北京极权政权的存在构成威胁。 北京希望破坏美国联盟的可信度, 使北京能够容易影响其他国家, 脚迫这些国家与北京的专制帝国合作。 如果台湾见识上的这些言论出现在韩国, 出现在韩国, 比如, 如果韩国放弃国防, 也许朝鲜会饶了我们, 或者对我们仁慈一点, 又或者在以色列提倡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 同等距离, 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论点, 无论是在台湾、韩国或者以色列的背景下, 都一样荒谬, 站不住脚。 很难想象这些论点对台湾会有什么帮助, 但很容易看出它们能帮助北京达到其目的。 一旦你对北京的认知战有所警觉, 这些荒谬的气味就会像台北夜市的臭豆腐羊臭。 我喜欢臭豆腐。 我们从乌克兰学会了什么, 除了阻止战争比打仗更好之外, 更重要的一刻就是战斗意志的关键作用。 18年前我是海军陆战队的中尉, 我通过训练认识到赢得战争胜利的不可估量的关键因素是人的意志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保家卫国的决心可以弥补装备和人员上的劣势。 也就是说, 高昂的保家卫国的战斗意志可以成为保卫和平的一种威慑力量。 高昂意志是需要培养的。 有鉴于此, 我想赞扬台湾将义务兵意志从四个月扩大到十二个月的决定。 我也肯定对于延长服役期间能获得严格的、有战斗力的训练的要求。 我听说过那些关于扶兵意的故事, 例如, 替代艺刷渣篮, 我也记得扶兵意总是一些苦差事, 但主要的任务必须是集中精力发展军事技能, 使台湾的后备部队在战争时期成为军事力量的支援。 12个月征兵服役的举措是台湾全社会对捍卫主权承诺和宣告, 因为在民主国家主权属于全民。 他向北京发出了警告, 这样的信息和发散途径必须多多一声, 我们一定要明白, 好的信息不会很容易地进入独裁政权高层的认知。 从本职上讲, 中共很容易做出严重的误判。 同最忠诚和亲密的朋友普京一样, 习近平可能容易对战争产生错误的乐观情绪。 普京决定入侵一个独立的灵魄, 显然是真的认为可以在短短几天内政府他。 他曾幻想得到乌克兰人的配合, 而不识抵抗。 一些俄罗斯入侵者带着军礼服, 带了他们的军礼服, 为庆祝胜利, 早就做好了准备。 同样, 一系列类似的幻想可能也会在北京出现。 贪恋权威的人很容易自欺欺人, 而有智慧的领导者比较知道何时应该吐下权力的舞台。 比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更可贵的是一个坚权的政治制度。 在一个民主社会人民可以用选票决定领导者的去留。 这个周末是李登辉总统百年诞辰。 他正是我所说的这样一位有智慧的领导者。 三十五年前, 李登辉在一个专制的政权下就任总统, 之后他成为了台湾第一任职选总统, 并且在2000年卸任总统时实现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政党轮切。 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台湾人民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坚韧、牺牲和奋斗。 台湾的民主实验会不会是谈话一线呢? 美国的民主又是否能够有序呢? 台湾和美国面对着相似的强敌, 正对我们的民主胡适丹丹。 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坚持不断扩张他们的专制敌国, 为的是迫使他们的人民在荒谬的统治下过日子。 我们需要不断努力遏制来自敌人的威胁。 我们不可以屈服, 也不应当对敌人视而不见。 谢谢大家。 各位好啊。 我知道今天这个博明先生来, 非常不容易的, 我知道可能这应该属于亚太兼认协会的整个在幕后的策划。 明夏如伯博赛, Professor Hardin, 感谢你们邀请我, 感谢梁院长。 那我跟博明先生那是蛮好的朋友, 我自己心里在想说, 在我心目中和我说你要列出说, 曾经在美国政府里面担任重要或者是重量级的学者, 很爱台湾, 真心真意的爱台湾的前三名, 我一定把博明先生列为前三名之一。 我给你讲一点小例证, 当然我分享一点, 在我回应他的话子先分享一点。 2019年吧, 那时候我还是参谋总长的, 我去美国访问, 那时候博明先生是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 那我带回他, 那我已经是老朋友了, 他当然很愿意。 原来我们是约在一个叫做这个, 这个, Army Navy Club, 一个专门的一个Club。 因为在那个之前啊, 只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国防部去拜访五角大厦的时候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外交部是不可以进国务院, 那我们, 即使我军方我每次去, 我会去见国务院的人, 我们都在AITW见面, 也就是说, 国务院是不可以进去, 是一个禁地, 不管你怎么看, 那军方是一个例外, 我们去五角大厦都没问题, 但是到国务院都, 那白宫那就不要讲了, 那所以当然博明先生就跟我在那个, 外面一个很私密的, 到了前一天通知我说, 博明先生想跟我在白宫的会议室见面, 就这件事情我一天很高兴, 但是呢, 那个驻美代表处吓一跳, 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路, 他们不知道怎么, 那个会议室在哪里, 都不知道怎么去找, 那副代表跟我说, 他老师说我第一次来, 我说那你不沾我的瓜, 那我要谢谢博明, 那当然会谈很愉快了, 那第二件事情, 我当然我挑戴一下, 通常我们, 这个事实上, 我并不是说, 我不想去做一些额外的延伸, 通常我们的政府官员去拜访美国, 因为我们总是比较弱势国家, 回来总是希望说, 有一些照片, 跟一些重要的职位照相, 我个人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那一天啊, 讲完话了以后, 博明先生说, 我会跟你照张照片, 照张像啊, 他跟我讲, 不是我跟他讲, 我说那当然可以啊, 那这些东西在, 在驻美代表出来, 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他们以为我, 我大概跟博明先生, 很小的人就认识了, 我虽然2016年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他看起来很年轻, 现在现在也很年轻, 那是我给我的感觉, 可能跟在座学生那种, 感觉很年轻啊, 那事实上这么年轻, 在已经历练了这么多的职位, 他今天来这边, 用爱台湾的心情去讲的这些话, 我觉得非常,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 有意义, 那刚才, 博明先生, 广泛的说明了一些, 中国现在对我们的一些认知, 认知作战, 我们该怎么做, 那这些意志力, 这些, 这个, 保卫自己的这个决心啊, 他扮演的是多么, 多么重要的这些角色, 那博明先生曾经在, 也美国海军陆战里, 也不过接受过很严格的训练, 又在智库里面, 在南国南球的工作, 也在美国政府里面, 在南球的工作, 所以他的话, 有关于意志力, 可以弥补装备武器的不足, 这一点我觉得, 虽然是一件, 好像你觉得平常的事, 我觉得在他, 以他的这个, 曾经当过军人, 当过记者, 当过政府官员, 当过智库的学者, 现在也在史丹佛大学, 当这个荣誉的访问学者, 从他的各方面来讲, 这些话其实, 意义非常的深远, 那在我来看啊, 我们台湾, 这一块, 其实是最需要补强的, 那这一块, 其实如果去补强它, 其实是最, 最节省, 经费的, 我们不需要花什么经费, 就可以去补强, 但是呢, 虽然说, 不花钱, 天底下最贵的东西, 是不花钱的东西, 所以, 它事实上也是, 也是非常困难, 大家也知道, 我们有很多这些,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那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应该, 努力去深深的思考啊, 这个, 来怎么样加强, 那博明先生, 刚刚也提到一个就是, 你好好的备战, 努力的备战, 不会去, 不至于会去挑衅中国的, 因为我们现在, 两岸的战力的差距, 确实大到已经, 中国不可能认为, 你去定义延长啦, 你多买一些武器啦, 他觉得威胁很大了, 你说不定要动手打他了, 因为, 有时候他讲, 博明先生刚刚讲过说, 可能独裁者会因为, 自己的这种妄想, 别人一加强备战, 他就认为说, 你可能会动我, 所以我要率先动, 但在两岸关系里面, 这种实力上的差距, 目前来看, 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加强备战, 我们不必, 不需要说, 哦,因为这样他就会, 因为这个原因, 会来, 会来, 主动的来, 动手, 反而是, 我们意志力的这种, 越幻散, 你越觉得害怕, 你反而在鼓励他, 他会采取更大胆的, 更大胆的行动, 那博明先生也语重心长啦, 就是, 说到这个, 延长兵役那是很好的事情, 但事实上我们延长兵役, 我们还有更大的挑战, 是不是, 我们军队里面, 突然增加这么多人, 我们训练场地, 训练设施, 我们训练的人力, 等等等等,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未来我们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加强, 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 从博明先生这个演讲, 我做一点简单, 我个人的回应, 我觉得台湾现在最重要的, 可能是, 不是真正硬体什么东西, 而是软体上的这些缺陷, 我们对战争的认识, 我觉得, 大家都没有建立一致的这种观念, 当我们面对战争, 从国家安全立场, 安全战略立场来看, 其实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预防, 就是地面战争, 一个是克主战争, 另外一个是达英战争, 那我刚刚讲预防战争, 其实你怎么备战什么, 他不会认为你会打你, 对不对, 但是能够预防战争呢, 我们觉得, 在台湾做来不足的是, 我们如何去营造一种民间之间相互友善的一种氛围, 让能够13.1亿的普通中国人民, 能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一个牵制力, 虽然它是一个独裁的政权, 但是它也不太可能, 完全不在乎十几亿的人民, 你看这是白子运动一下, 他就吓得赶快开放, 中国共产党他是怕他的人民的, 所以你如何把他的人民拉到台湾这一边, 一起来对付那些独裁的政权, 这是我们要思考预防战争可以想的事情, 但是这些东西都还是靠别人, 我就觉得靠不住, 我们真正靠得住还是褐阻战争, 褐阻战争怎么样, 就是你建立自己的一个力量, 让他觉得他来打你, 他可能损失会很惨重, 而且他没把握, 如果你能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获得和平, 这就是所谓说只有备战才能避战, 其实他背后是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在, 我们在贺阻理论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往往, 现在是两派人, 一派就是很衰竞, 哎呀我们要和谈, 我们要亲善, 我们要避战, 对不对, 另一派就说我们要备战, 来避战, 都是方法, 但真正在贺阻原理来讲, 什么叫做贺阻? 贺阻你同时, 你再给他威胁之余, 你还要给他保证, 什么叫做威胁? 我有很强的力量, 你不要来打我, 你打我你打不下来, 你损失惨重, 你可能让你的政权颠覆, 让你无法下定决心, 但是什么叫做保证呢? 就是你不要来打我, 你如果不打我, 不会损伤你的主要利益, 我不会做一些让你觉得损伤很大的利益, 也就是棍子跟胡萝卜, 你是一起去的, 但是你这个保证比较容易, 当然也许从政治的立场来看, 有时候为了嫌取的因素, 没那么容易去做, 但在我们民间的立场来看, 其实不难的, 我觉得台湾应该有点像, 前一阵子的眼尖高峰会, 那个Thomas Freeman想的, 你不要没事去戳那个熊嘛, 你只要什么事情不发生, 就是最好的事情, 可是同时呢, 你要保持一次很大的力量,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嚇堵力量, 让他不敢动你呢, 你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你要做出一些成绩来, 做出一些成绩来, 所以, 我们大家都要避战, 那我们为什么要谈打赢战争, 不管你能不能打赢战争, 如果你对打赢战争, 没有一套方法论, 没有一套战略, 没有一套理论, 那告诉对备案, 那么你哪有来说服, 我们知道赫衛福战争, 有三件事情, 实力, 可信度, 共同, 是不是, 你要有实力, 你建立一些实力, 你要有实力, 他让他相信你有这个实力, 那你如果说, 你连一个打赢战争的方法, 你都不知道, 那你如何去, 让他信服说, 哦,你有这个力量, 我来打你, 可能属性残重, 也可能打不下来你, 然后我自己的政权可能会崩溃, 巴拉巴拉, 很多东西, 让他不敢动,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你侵略, 中国侵略台湾的, 始终能够冻结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 方法是从预防战争到, 特殊战争到, 打赢战争的方法, 非常非常, 非常的多了, 但是政治超市在我的, 还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自己在哪, 哪两个东西呢? 第一个是我们真正的, 防卫的力量,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自己的决心, 这个决心, 并不只是在军队中决心, 而是全体国民的决心, 那我是觉得, 不管未来任何人, 当国家的引导者, 怎么样能够团结, 大家意见分歧的国民, 变成团结一致, 展现一个防卫自己台湾的决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最后我要讲说, 那防卫不防卫, 大家那么分歧, 常常有人讲, 为谁战为何而战, 其实我觉得, 我们应该有一些论述, 其实我们就是为我们的生活, 为我们的民主制度, 为我们整个环境, 作为一个人, 有尊严地活在每一个地方, 不管你有钱没钱, 学问好坏, 大家都有尊严的自由地活在一起, 你为了这个制度而战, 你是为人的尊严而战, 为人的价值而战, 你并不是为了血缘文化而战, 你不需要去全班否定这些血缘文化, 那我们应该去给对岸,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 台湾人活着非常非常的骄傲, 你中国虽然经济越来越富裕, 即使比以后比台湾还富裕, 但是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看到永远是价格, 你又没想到价值的问题, 台湾要把价值无限的提升, 让中国人民来羡慕, 希望那是他们该所该学习的地方, 人不是光是为了有钱而活, 人还有一些理念还有价值, 我们朝这方面来努力, 让大家对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 能够更团结, 然后身在台湾, 保障台湾是一件很努力的事情, 我想博明先生今天来, 应该是共同的理念是差不多了, 我们用不同的叙述方法来各位讲, 这是我简单的对博明先生的回应, 谢谢大家。